元朝五彩堆塑的开光花卉虫草兽耳兽钮盖罐 是此次拍卖会中预期拍价最高的古玩 盖罐以雕塑的五彩贴花为主题造型 色泽月幕 红绿蓝三色波浪纹与莲花如意投纹香蕉呼应 收藏家林济光介绍 此罐造型突破传统风格 大气磅礴 是元代稀有的佳品 上面有虫子啊花啊 这样子的 所以做了最好也要贴上去的 过去是没有这种做法的 所以在元朝里面虽然时间很短 时间很短的话 但是它那个创作的话 时期创作的话是比较的还特别 展现了中国西魏时期 传统佛教艺术的观音石像 也出现在本次拍卖会上 这尊六十厘米高的佛像 头上有高际 眉毛高挑两目低垂 表情含笑 面相十分庄严 佛像的袈裟线条出广流畅 表现出西魏时期的艺术风格 此外 藏传佛教中的同志 刘金欠宝堂卡 也吸引到不少藏家的目光 整幅堂卡以凸雕为主 花纹变化繁复精致 所以这个是同的一个堂卡 所以看到里面的就是观音 观音上面还有那些 珊瑚啊 跟那个松露石啊 这样子的 拍卖会上除了佛教古玩 包括徐悲鸿1947年所画的 泰戈尔像在内的书画作品 也与藏家见面 本次拍卖会将于9月9号上午10点 在曼哈顿中城举行 并从即日起到9月8号之间 开放给藏家预览 美国中央电视巡警报道